完美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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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借了今天这次的那个完美告白这个节目 我想对我相处13年的女朋友说句话 我女朋友是我的初中同学 在这13年里她陪我一起度过 这些最艰难的日子 我就只想跟我这个女朋友说 这13年里你辛苦了 因为我亲戚所有 也受到了很多委屈 相信我 给我一个机会 在不久的将来 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的告白 谢谢大家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婷婷 今年26岁 我今天过来 是向我的妹妹和我的前男友告白 我希望我的前男友 离开我的妹妹 不要伤害她 我想让她知道 我是世界上最爱她的人 不是那个男人 我希望她能回到我的身边 你好严肃 你比我都要严肃 你会生气吗 你向你的妹妹和她的男朋友告白 是吧 我没听错吧 对 我的前男友和我的妹妹 他俩走到一起了 所以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我特别生气 我觉得她就是现在 就是过来报复我的 所以跟妹妹在一起 然后我跟妹妹说 她妹妹就以为是我嫉妒她 现在我打电话 她都不接 她知道那是你前男友 她知道呀 就你原来跟她谈的时候 我都跟她说了 我说这个男人特别花心 她看着美女 她就站大得看一会儿的 我是绝对不让她俩在一起的 她和你分手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三年 当时她追我 然后后来我感觉她人长得也还行 然后人缘也挺好 所以我就跟她在一起了 跟她在一起 然后没多久 我发现她人特别花心 有一次她同学聚会 然后她在KTV 然后我过去之后 我推开门一看 她跟那个女孩正在那儿 一个角落里 她搭着人家肩膀 我就过去了 过去之后 我揪起来她 给她一巴掌 然后我就跟她说分手了 她跟我分手后 一个星期就有了新的女朋友 所以她就为了报复 我跟我妹在一起 她就是感觉她单纯 没谈过恋爱 你才多大 你说话像妈似的 因为我父母出差嘛 从小我把她带大的 那你这样说 我就可以理解她 为什么瞒着你谈恋爱 你找豪瑞谈了没有 他就说他真爱她 他不能跟她分手 那你这意思是 豪瑞跟你妹妹之间 非常相爱 两个人都不愿 离开彼此是吧 对 我是不能让她俩在一起的 三年也可能浪次回头嘛 我就不相信她能改 但其实说句实在话 我不太欢迎那种 就是利用我们公众的力量 来履行自己 所谓的一己私怨的人 虽然她是说为了她幸福 对不对 那你不等于是把我们都架在火上烤吗 从她的语言的风格和说话的结构来看 她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人 说话呢 刚才我感觉不太客观 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她应该是有夹杂着私人恩怨在里面 姐姐一直在说前男友是在报复自己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开始质疑你 今天来到完美告白的这个舞台上 你为什么你是不是也带着一种 报复前男友和妹妹的这个心态来的呢 就是把前男友跟妹妹就架在火上烤 没有我觉得家里姐姐 你想的太复杂了 心情真的比较重要 你这样做一点都没有错 虽然你可能有一些东西是你认为的 比较主观的东西 但是你还是注重亲情比爱情重要 我觉得她出于两个方面的 一个是暧昧心切 一个是恨这个前男友啊 咬牙切齿 所以她才有如此过激的行为 但是我觉得可以理解 像一个性格这么强的女孩子 她能走到我们的舞台上面 我觉得已经是在她心里 把脸放到地板上了 就是姐姐已经讲道理 讲到一定程度 她发现已经没有路可走了 从她现在的表现来看 稍稍让我们说有些霸道 她对于那个男性的判断 带着她那种透渴 以及讨厌的色彩 所以她的句述很主观 但是从她的口中我听到了 其实她前男友 真的是一个特别不靠谱的人 如果是一个男人 她要有原则的话 她不可能再回来 跟你的妹妹去谈恋爱 但是她的妹妹和她的前男友 在一起的前提下 是他们俩已经分手了 对吗 而且他们现在已经交往了 有一年的时间 如果就像你所说的 有那么多的搞暧昧啊 不专心啊 这一年的时间当中 你妹妹 他们之间的问题 就已经暴露出来了 用不着你在这个舞台上面去说 搞不好就是 你的这个男朋友 真的是经历过三年的 这种感情的磨练 浪子回头了 她对你的妹妹 是真心的爱恋也有可能 我不相信奇迹中的变化 能够给别人带来惊喜 她总归只要有阳光 就会有阴影 阴阳永远会在 所以我认为这种改变不可信 我倒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这很有可能 是因为她真的爱她 我经常觉得 有一句话叫杀熟 我觉得像熟人开刀 特不厚道 我们为什么不要 一开始就纯洁美好的呢 我们都希望找到 一个完美的人 没有污点 甚至没有阴影的人 可能吗 难道一个人犯过一次错 有了阴影 他就再也不可能 出现所谓的奇迹吗 这么样一个姐姐 就不管她跟这些 所谓的前男友和妹妹之间 是什么样的关系 担当起一个家庭的责任 对妹妹这么好 我不忘了相信她 我挺她 我主要是为了我妹妹 我是绝对不让她 俩在一起的 婷婷与莉莉 是长相靓丽的两姐妹 因为父母长期出差在外 妹妹莉莉 由姐姐照顾成人 三年前 姐姐婷婷与豪瑞交往 却就在两人互相了解 婚系还没有确定的时候 婷婷就似乎感觉到 豪瑞是个多情的男人 在后来的一次聚会中 婷婷因为看到 至今也没有得到真相的一幕 而与豪瑞决绝分手 事后 豪瑞并无够多解释 还很快就交往了新的女友 由此婷婷认定 豪瑞再次出现在 自己的生活与莉莉交往 一定出于当初的不甘 和本性释然 那么 豪瑞真的像婷婷认为的 是个不太可靠的人吗 而三年后 豪瑞与莉莉交往 到底是出于赌气报复 还是真心相爱 他们会来到现场 接手婷婷的告白吗 这事你爸妈知道吗 知道 你也跟你爸妈说了 对 现在两个人吃饭都吃不下 特别上仇 现在其实我认为 你如果真的希望妹妹找到幸福 而不是一昧的先把他们拆开 而是先看看男生有没有改好 然后看看妹妹为什么会喜欢上她 也搞清楚原因 好不好 接下来请你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恩键旁边 来 接下来在开启告白之门之前 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希望几个人来 我希望他俩都来 正好把事情解决一下 如果豪瑞真的是来报复你而来 你会怎么做 我一定要让他离开我 那如果妹妹又不听呢 那我反正我肯定是不同意他俩在一起 如果豪瑞真的是改好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他能改 那你的就是一杆子就是把豪瑞打死了 他绝对不可能改好 我不相信他能改 如果今天只来了一个 只来了豪瑞 你的妹妹没有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叫豪瑞 大家好我叫莉莉 来你们俩是干什么的 今天来知道吗 今天我们来呢主要是想让我姐姐接受我们两个在一起 不可能想都别想 因为这件事呢 他和我的爸妈 也挺不愉快不开心的 所以我想征求他们接受我们两个 我这关你都同意不了 你还想让父母同意 你想什么呢 你就因为这样一个男人 你好几天不回家 电话你也不接 是不是 他是我前男友 你怎么现在 你怎么跟他在一起了呢 是不是因为 你是不是扇我的脸吗 是不是因为他是你前男友 你就这样 他不是你前男友 你会这样吗 不管他是不是我前男友 像他这样的人 你就不能跟他在一起 他上学的时候 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俩分的原因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人都是有改变的 我不相信他能改变 因为呢 他没有遇到对的人 他这种人改变不了 他现在在我心里 我比谁都清楚 你清楚什么呀 你现在又不听你跟着他 你现在还跟他拉着 你放开他 你能听我解释两句吗 你听我解释啊 解释什么呀 不就因为你把我俩搞成这样 你想帮我 你冲我来啊你 你怎么相信他 你又不相信我呢 我是你姐 我从小把你带大 家里父母经常出差 我经常照顾你 你忘了吗 姐 从小到大 你都是这样管束着我 我什么都听你的 你能不能给我点自由 我都是因为关心你 爱你 我所以才 你的事实我都关心 所以你的各种事情 我都要为你做决定 听听我是真心喜欢烈眼 你别说话了你 我不想跟你说话 你能冷静一下 听我解释这样子吗 你解释什么呀 你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不是想报复我吗 我没有报复你的意思 来来 是站好 站好 我站他们俩中间 一分钟都难受 你站这么久 你不难受 其实我跟姐姐在一块 才只有几个星期 你跟他才谈了几个星期 当时是因为 他这个战友欲望特别强 他猜疑心也特重 特别限制你自由 然后去图书馆 看个什么书呀 也不让去 你跟别的女孩子 有没有暧昧 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 他还狡辩 那他说你在卡拉OK里面 跟别的女孩子勾肩搭背 是真的吗 就最后分手的那一天 当时 其实我 都过去三年 我现在我也没有办法 去还原这个 就这个事实 反正你的意思是说 你光明磊落 问心无愧是吧 对 我感觉你 像你这么嘴笨的男生 好像也不是特花心的那种 那你承不承认 跟我分手一个星期之后 就有了新的女朋友 你承不承认 不是 主要想弃她 你是找一个女朋友 来弃她 并不是真找 对 当时感觉挺没面的 对吧 当时那么多同学面 他是不是小心眼啊 他说感觉特别没面子 他就是小心眼 我要是她 因为这个还被打了一顿 你怎么那么天真的 他就是为了给女孩心中 留下他的好印象 说不是那个人就是她安排的 你要这样说的话 我真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 就怪你啊 小费 人家多好的一对姐妹啊 你看看你 其实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让他们姐妹俩 到今天这种地步 但是后来确实没办法 我爱上丽丽之后 根本就离不开她 我们就是想等她有了男朋友之后 我们正好给她一块 就是把这件事给她说了 然后认为她有男朋友啊 就会把三年前就跟我那段忘掉 但是今天你的姐姐来 是向你们俩告白 更该告白的是我们两个 你想向姐姐告白 对 我想让她接受我们两个 不可能 我不想 我不接受 我不接受 你如果要是告白 想拆散我们两个 我感觉就没那个必要了 她不接受你的告白 那你就不要认我这姐了 你也不接受她的告白 你父母跟我你都不要了是吗 那你跟她走吧 这是这里出现第一次情况 双方都不想接受对方的告白 我真不建议他们做出选择 就是选择这个男人 因为其实姐妹俩都非常有私心 当时妹妹其实已经喜欢上了自己的姐夫 如果她没有私心 她一定会 既然跟姐夫沟通之后 觉得这是一场误会 她为什么不去试图再去让他们俩和好呢 所以你谁都不支持 我不支持 因为这个男人担不起这么大的一个责任 这个分析我觉得还挺有道理 你看她上场之后 基本上很少说话 而且我还想劝一下姐姐 我觉得我给你制个招 你不是想去保护妹妹吗 你保护妹妹最好的方式 就是不要去强拆他们 你去接受他们的告白 她没有让自己痛过 你就让她好好痛一次 痛定思痛 她才知道 原来真正爱自己的才是姐姐 姐姐不是在做姐姐这个角色 而是做了妈妈 甚至是做了强势的妈妈的角色 因为妹妹和你是同一辈的 你不可以用父母的角度来去约束她 或要求她 更何况感情是自由的 恋爱是自由的 为什么你一定要干涉呢 姐姐一直担心的是 这个男生可能太花心了 所以对她的妹妹不忠 以后会不幸福 可是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今天已经可以把她完全抛下 因为她选择来到完美告白 这样个舞台上 全国的观众都看到了之后 其实你妹妹的位置 在她心目中已经很明确 就是她是我的正牌女友 如果还真的把对方当成是亲人的话 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至少给对方一个说话的机会 听听对方真正的心声 我觉得这是最基本尊重的 你可不可以接受他们俩的告白 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至少给对方一个说话的机会 听听对方真正的心声 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尊重 是他们俩跟你一个人告白 还是你建议他们姐妹之间先告白 你想怎样 他俩一起吧 他俩一起是吧 给位姐姐狗个掌 面对一个自己 二十多年相处的亲妹妹 和一个曾经的男友 面对着他们俩 手攥着手告白 这是需要勇气的 那接下来就以这样的方式 来互诉忠诚 好吧 来站到那个圈 站到这个圈 接下来是姐姐和妹妹 及妹妹的男友之间的告白时间 姐 你一直都拿 你是我姐来压我 从小到大 我都听你的话 但是 我一点都不开心 你 你所 所为我做的一切 我知道 都是为了我好 但是你有听我讲过吗 姐可能是平时太惯着你了 你以前那么听话一个孩子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真的不知道 世界上最 最爱最亲的人就是你的姐姐 就是我 我真的不想你以后受到伤害 不想你被骗 我希望你过得好 姐你别这么说 你要这么说 我心里可难受呢 我从小到大 我都 我都听你和爸妈的话 就因为听了你们的话 我感觉我自己特别没用 自己做不了主 你还记得吗 有一件事我心里特别的后悔 我之前养了一只狗 叫Timmie 那是我特别特别爱的 一个小伙伴 你和爸妈因为他有细菌 让我把他送走 当时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我也爱他 但是我更爱你 因为你身体不好 你手过敏 所以我才把他送走的 你能理解我吗 但是你和爸妈 为我想过吗 你们想从我身边 拿走什么就拿走什么 一点都不顾及我的感受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我感觉我 我是个人 我不是傀儡 感觉我自己特别的没用 什么都做不了主 只听你们的 不管你怎么看我 怎么想我都没关系 我知道是因为我 造成咱们三个人 现在这件关系有点尴尬 其实我跟 丽丽在一起 我们就是奔着结婚去的 我们刚开始相处的时候 我就已经带过他 见过我的父母 在来之前 我的父母也知道 我知道 就是让你看着我的真心 有些困难 老师能帮我吗 在来这之前 我先跟丽丽去把 我们结婚用的房子买了 你看上面写的就是 上面写的就是丽丽的名字 其实 其实我知道 我知道你一直对我有误解 我 我跟丽丽在一起 我们一年多时间 你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们两个人 真的我 心里都很痛苦 就是因为有你在 我们之前商量过 说要跟你说 因为丽丽说 你这个人比较强势 小时候 有管他管得很严 我说 那要不我们俩就 等你姐有了男朋友之后 再跟你说 这次回去 我可以带着丽丽 咱们一块去见你的父母 我跟你的父母 面对你 我太太太 我这样听说 其实我太太太 我就是 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她 姐 接受我们两个 姐 我 谢谢 姐 接受我们两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跟他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不管是谁的错 只要是他流泪就是你的错 以后如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就行 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你好 我是希望你幸福 如果我是你 我只有一种感觉 就将来的日子更难过 这世界上最怕的就是女人结盟 是这样吧 姐姐妹妹如果都了解你 而且姐姐妹妹已经释怀了 我没求你 那我们的每一年 都是靠着 你决定的 我没求你 我这也不可能 我没求你 我去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不见你 我说过 我说我们的 我还不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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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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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眼不花耳不聋 腰不酸来腿不疼 又不嗨了又不哼 还能气麻辣硬功 刚才您两位徒弟说 您今天来告白的目的 是想向自己的老伴是想向自己的老伴告白是吧 是的 那时候偏凶啊 我上外边摘眼皮影 我老伴在家找我家庭 她在干活 她的酒消啊都都不上来 她眼睛跳不下了 哦 眼睛看不见了 眼睛瞎了 别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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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了 这歌这唱歌哪唱 要我跳不见 你认不过 你都上电视了 哦 就是 永远为观众来服务 没有为自己心爱的人演过一场 是吧 今天就是说 你啥时候能上电视 你为我演一场 哦 明白了 1935年 就在旅行者老人 还只有20岁的时候 因为一场皮影戏 而认识了富家小姐张思荣 以表演皮影戏尾声的贫穷小子 吕欣哲 因为人品财貌 深深吸引了张思荣 张思荣不顾族人的反对 执意与吕欣哲结为夫妻 在后来八十年的人生长流中 两人经历了战乱 灾难 曾经风餐楼宿 曾经风雨同舟 如今五个孩子长大了 而两位老人都已经白发苍苍 因过度劳累 眼睛失明的张思荣老人 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在电视上 听到老伴为他单独地表演一段 今天百岁老人吕欣哲 不愿千里来到完美告白的舞台 就是要完成自己的妻子 跨越世纪的小小心愿 我想到一首诗 人生变迁 似水流年 爱的剪影 情的蔓延 是 那接下来我们先进行现场连线 把信号先连通 接下来老爷子就开始 进行告白时间了 开始表演 好吧 换道具吧 好 接下来是旅行者老人的告白时间 老婆子 我给你表演的是猪八姐 喷西服 师父 你挺好了 我师父开着给你表演 猪八姐 没心了 猪三十分 压三家 天鹏 大帅 将下 放 丙相公 大事不好 怎么样了啊 我听说呀 这唐僧西天取经 拆着大徒弟来多拿的夫妻来料 哎呀呀呀呀呀 这是射杂 别跑去 哎呀呀呀呀呀 小姐 咱一道虎华爷们能听听吗 相公 你看啊 奴家 想你想的 身受如常 万一有些走不动啊 走不动 我 我 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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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背上我前上了啊 相公 你背上我吧 背上我吧 哎 哥哥 呀 呀 小姐 你这点衬着 相公 你看看 我呀 千金小姐 千金小姐 所以肯定要承诺呀 真是好夫妻呀 相公走吧 好夫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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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我今天要跟着帮我拧帮帮 这是什么东西呀 相公 晚临来的时候 拿掉一个棒锤 我要给相公 您洗衣服啊 你千万 个人 成全吧 成全吧 你敢给我成吧 飞 老公 现在挺像那么 我跟你整ape呢 我给你砍凭了啊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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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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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太太 问一下老太太到底满不满意 好吗 张老太太您好 您刚才听见了您老伴在电视台给你这个演绎的节目吗 今天了 今天您给老爷子要求的这个心愿总算是完成了 您高兴吗 高兴 高兴 那么让您听一下现场的观众们对于刚才那段节目的反馈怎么样 来我们一起来说一下对刚才那段节目满意吗 满意 老爷子您想对老伴说点什么吗 来来来来您来说您来说 那你听到没有 张 张思荣 你听到没有 你早上听我的喜 听我的喜 今天晚上给业留一个猪八戒 为媳妇 你可满意了吧 哎 好 那他就是心愿了啊 呃 以后对都好了好了 好 好 那张老太太那您就早点休息啊再见 今天完成了这个心愿你是不是感觉身上轻松多了 可痛快 可痛快 痛快啊 可痛快 哎呀 我超多大人 啊 要现在不行了 眼睛上我摔头都会 我站着 你要是没完成这个心愿的话 你回去会跪搓衣板子吗 哎呀 那我不整个跪 您跪过搓衣板子吗 没有 您真幸福 您没有跪过搓衣板 你可不知道现在 现在的男人们有多难呢 大家注意啊 老爷子在这个场上 到现在为止 他没有说过一句我爱你吧 在这个场上有多少男人或女人 哪怕是心意成成的也好 心怀鬼胎也好 动不动就我爱你 但是真正的坚持了吗 没有 老爷子一句我爱你没说 说的全是大实话和朴素的话 却感动了所有的人 这才叫日子 天天我爱你 你爱我的未必爱的长远 我来问一下大师兄二师兄啊 你们就两师兄吗 我们还有几个师兄 刚才那都是我的师兄 一共几个 一千三百个 有三百个同学是吧 我的 你们学了这手艺之后 你们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因为我师父 电影 就是给钱不给钱 咱都要养皮影 把皮影一定演下去 因为我师父 他热皮影 就是皮影在他心目中 都是他的命根子 所以说 这个老艺术工作者 真正对于艺术的传承 是给大家带来快乐和文化的传承 所以我们现在的 有些艺术工作者 有点太过于现实了 要好好向老人家学习 那你们有什么 最想说的话 跟师父说呢 师父 你放心吧 这皮影 我已经给你养下去 一定要穿下去 就一代一代穿下去 而且不但一样好 咱还得要发扬广大 做过一场 要把它穿下去 对 把这个 把这个好的 这个文化 穿下去 一定穿下去 对 还要把你们两人的 这种幸福和爱情的理念 告诉大家 我觉得这个皮影系 它承载了这个 百年 百岁老人的这个爱情 我想这个皮影系 一直延续下去 并且去纪念这一份感情 我想给它捐一辆 就是三轮车 能够带着这些 皮影也好 还是这些演出的工具也好 能够一直走遍全国各地 为大家去表演这些皮影系 并且把这份感情和爱情 延续下去 只要我们能看到百岁老人 就会 就会 想起这份爱情 我提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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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三轮车啊 这一定要大一点 温馨一点 老太太得坐在上面 知道吧 就让我老爷子推着她 然后那种感觉 就真的像我坐在你的摇椅上 陪你慢慢变老的感觉 我们知道这个皮影系啊 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也算是很好的文化遗产 如果电视机前有 想要学这门手艺的 可以拨到我们栏目的电话 拜老先生为师 所以说你们俩 不光是从做人和这个手艺上 都要向老人家学习 来 我们掌声欢送老爷子 同样起立 以最为尊重的方式 欢送老人家 谢谢你 谢谢你 据史书记载 皮影系从战国的时候 就开始流行 历史悠久 而因为皮影接远的 吕欣哲和张思荣老人 已经携手走过 风雨八十年的人生 我们衷心地希望 吕欣之老人 热爱的吕氏皮影 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 也祝愿两位老人 新年快乐 幸福安康 我来向我的男朋友告白 他家里的生意破产了 向我的前夫和孩子 男的来告白的 我自从离了会 我就没有看到过我的孩子 不过这事听起来 好像有点蹊跷 一破产的人 他怎么会说 又移情别恋呢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他一直就是一个 有家世的人 不然的话不会那么突然 他要是有一个家世 他不可能骗你三年 一个男人 要带着三个孩子 举家迁移到外面 一定是迫不得 以而为之 还是会这样做 因为四个人流浪在外 会非常的痛苦 这个男人 为什么会这么恨他 这都没说起 为什么法院会判给 一个男人三个孩子 为什么 如果你没有实话的话 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想的我没办法 这个女生 实在太自暴自弃了 不就是个恋吗 多大的事啊 谁还没试过几次恋 你为什么你就为了一个爱情 就把自己人生全扔了 你用生命去恋爱吗 如果你要认为 一个恋爱对象 就是你生命的全部 那我跟你说 你走向毁灭的步伐 那就是魔鬼的步伐 一步一步似爪牙 病了 你为什么不说呀 孩子没病 孩子好吃呢 我是发家人家开小白布子 关你什么事 我发家人家会 是不是我男朋友说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孩子在我生命中 一个都不理不上 你连过年都不打个电话给孩子 你说现在孩子病了 你才想找孩子 如果孩子没病 不知道你这个电话 要到什么时候打 孩子不知道我们离婚 你就是一卖户送货 你就是一小卖户 给你钱 过东西 你就走就完事了 我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 但是你每次回家那么晚 还有不同的男人送你 你以前从来不这样 孩子得的白血病 你管得了吗 你能救他吗 当初你干嘛去了 跑现在来干嘛了 那会是爸爸呢 确实让大家深有感触 我们天天在生活当中说 你情我爱的 但是有指哪个真正做到了 对于爱情真正的忠贞 我们说一对年轻人携手走向爱情 那是情投意合 一对恋人携手走向婚姻 那叫志同道 但是一对老人携手 80年 他们逐渐走向的是什么 其实是死亡 但是即便如此 他们依然在一起 乐观的生活 相拥相威 这恰恰是值得我们所学习的 我们再次用掌声 谢谢他们 谢谢他们给我们对于爱情的理解 好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这里是辽宁卫视完美告白 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对强 强 对强 强 强 大对强 有点啊 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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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老大爷拿一下拐棍 我是不是眼不花 耳不笼 腰不酸来腿不疼 又不嗨了又不哼 还能气麻辣硬工 刚才您两位徒弟说 您今天来告白的目的 是想向自己的老伴告白 是吧 是的 那时候偏凶啊 嗯 我上外边摘眼皮影 我老板在在家找我家庭 他在干活啊 嗯 他的酒消啊都都不上来 他眼睛都不见了 哦眼睛看不见 眼睛瞎了 别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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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激动啊 别激动 别激动啊 他熟了 这歌这唱 歌哪唱 要我跳不见 你都上电视了呀 哦 就是永远为观众来服务 没有为自己心爱的人演过一场 是吧 真天就是说 你啥时候能上电视 你为我演一场 哦 明白了 1935年 就在吕欣哲老人 还只有20岁的时候 因为一场披影戏 而认识了富家小姐张思荣 以表演披影戏尾声的 贫穷小子吕欣哲 因为人品财貌 深深吸引了张思荣 张思荣不顾族人的反对 执意与吕欣哲结为夫妻 在后来80年的人生长留中 两人经历了战乱 灾难 曾经风餐楼宿 曾经风雨同舟 如今 五个孩子长大了 而两位老人都已经白发苍苍 因过度劳累 引进失明的张思荣老人 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在电视上 听到老伴为他单独的表演一段 今天 百岁老人吕欣哲 不愿千里来到完美告白的舞台 就是要完成自己的妻子 跨越世纪的小小心愿 我想到一首诗 人生变迁 似水流年 爱的剪影 情的蔓延 是 那接下来我们先进行现场连线 把信号先连通 接下来老爷子就开始进行告白时间了 开始表演 好吧 搬道具吧 好 接下来是旅行者老人的告白时间 老婆子 我给你表演的是猪八姐胖西腑 师母 你挺好了 我师父开始给你表演 猪八姐胖西腑了 好彩血胖 亚才将 前碰 大帅将下 放 丙相公大事不好 怎么样了啊 我听说呀 这唐僧西天取经 拆着大徒弟来多拿的夫妻来料 哎呀呀呀 这是这大朋友跑去 哎呀呀呀 小姐 咱一到虎华爷们能听听吗 相公 你看啊 奴家 想你想的 身受如常爱 万一我先走不动啊 走不动 我 我 我 乔 我 我 你 李 你 员 你 哦 哎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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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先 想 相公你看看我呀千金小姐千金小姐 所以肯定要承诺呀 真是好夫妻呀 相公走吧 小权 我今天要跟着帮我拧帮帮 这是什么东西呀 相公 晚临来的时候拿掉一个棒锤 我要给相公您洗衣服啊 你洗衣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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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衣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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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水已奔沉 当你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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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荒大的回忆青春 多少人曾爱你青春寒暢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加以火真心 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 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当你老了眼眉低垂 灯火昏昏不定 风吹过来 你的消息 这就是我心里的灯 刚才那个因为四季的信号关系 这个连线时有时断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老太太 问一下老太太到底满不满意 好吗 张老太太您好 您刚才听见了您老伴在电视台 给你这个演绎的节目吗 今天了 今天您给老爷子要求的这个心愿 总算是完成了 您高兴吗 高兴 高兴 那么让您听一下现场的观众们 对于刚才那段节目的反馈怎么样 来我们一起来说一下 对刚才那段节目满意吗 满意 老爷子您想对老伴说点什么吗 来来来您来说 你听到没有 张 张思荣 你听到没有 你早上听我的喜 听我的喜 今天晚上给业留一个猪八戒回媳妇 你可满意了吧 高兴 那你心愿了 啊 以后都好了 好了 好 好 那张老太太那您就早点休息 好再见 今天完成了这个心愿你是不是感觉身上轻松多了 可痛快 可痛快 痛快啊 可痛快 哎呀 我头都让人 想想要现在不行了 要 眼睛上 我刷头都会 我 我站着 你要是没完成这个心愿的话 你回去会跪搓椅板子吗 哎呀 那我们正好 您跪过搓椅板子吗 您真幸福 您没有跪过搓椅板 你可不知道现在 现在的男人们有多难呢 好 大家注意啊 老爷子在这个场上到现在为止 他没有说过一句我爱你吧 在这个场上有多少男人或女人 哪怕是心意成绳的也好 心怀鬼胎也好 动不动就我爱你 但是真正的坚持了吗 没有 老爷子一句我爱你没说 说的全是大实话和朴素的话 却感动了所有的人 这才叫日子 天天我爱你 你爱我的未必爱的长远 我来问一下大师兄 二师兄 你们就两师兄吗 我们还有几个师兄 刚才那都是我的师兄 一共几个 一千三百个 有三百个图片是吧 我的 你们学了这手艺之后 你们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因为我师父说 电影 就是给钱不给钱 咱都要养皮影 把皮影一定演下去 因为我师父 他热皮影 就是皮影在他心目中 都是他的命根子 所以说 这个老艺术工作者 真正对于艺术的传承 是给大家带来快乐 和文化的传承 所以我们现在的 有些艺术工作者 有点太过于现实了 要好好向老人家学习 那你们有什么 最想说的话 跟师父说呢 师父 你放心吧 这皮影 我已经给你养下去 一定要穿下去 就一代一代穿下去 而且不但一样好 咱还得要发扬广大 做过一场 要把它穿下去 对 把这个 把这个好的文化 传下去 一定传下去 对 还要把你们两人的这种 幸福和爱情的理念 告诉大家 我觉得这个皮影戏 它承载了这个百年 百岁老人的这个爱情 我想这个皮影戏 一直延续下去 并且去纪念这一份感情 我想给它捐一辆 就是三轮车 能够带着这些皮影也好 还是这些演出的工具也好 能够一直走遍全国各地 为大家去表演这些皮影戏 并且把这份感情和爱情 延续下去 只要我们能看到百岁老人 就会 就是 就会 想起这份爱情 我提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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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三轮车啊 这一定要大一点 温馨一点 老太太得坐在上面 知道吧 就让我老爷子推着他 然后那种感觉 就真的像我坐在你的摇椅上 陪你慢慢变老的感觉 我们知道这个皮影戏啊 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啊 也算是很好的文化遗产 如果电视机前有想要学这门手艺的 可以拨到我们栏目的电话 拜老先生为师 啊 所以说你们俩不光是从做人 和这个手艺上都要向老人家学习 来 我们掌声欢送老爷子 同样起立 以最为尊重的方式 欢送老人家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 拜拜 据史书记载 皮影戏从战国的时候就开始流行 历史悠久 而因为皮影接远的吕新哲和张次荣老人 已经携手走过风雨八十年的人生 我们忠心地希望 吕新之老人 热爱的吕式皮影 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 也祝愿两位老人新年快乐 幸福安康 我来向我的男朋友告白 他家里的生意破产了 向我的前夫和孩子们来告白他 我自从立了会 我就没有看到过我的孩子 不过这事听起来好像有点蹊跷 一破产的人 他怎么会说又移情别恋呢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他一直就是一个有家世的人 不然的话不会那么突然 他要是有一个家世 他不可能骗你三年 一个男人要带着三个孩子 举家迁移到外面 一定是迫不得以而为之 还是会这样做 因为四个人流浪在外 会非常的痛苦 这个男人为什么会这么恨他 这都没说起 为什么法院会判给 一个男人三个孩子 为什么 如果你没有实话的话 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想的我没办法 这个女生实在太自暴自弃了 不就是个恋吗 多大的事啊 谁还没试过几次恋 你为什么你就为了一个爱情 就把自己人生全扔了 你用生命去恋爱吗 如果你要认为 一个恋爱对象 就是你生命的全部 那我跟你说 你走向毁灭的步伐 那就是魔鬼的步伐 一步一步四爪牙 病了你为什么不说呀 孩子没病 孩子好是呢 我是发家留下开小门步的 关你什么事 我发家留下来是不是我男朋友说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孩子在我生命中一个都不理想 你连过年都不打个电话给孩子 你说现在孩子病了 你才想找孩子 如果孩子没病 不知道你这个电话要到什么时候打 孩子不知道我们离婚 你就是一卖户送货 你就是一小卖户 给你钱过东西 你就走一完事了吧 我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 但是你每次回家那么晚 还有不同的男人送你 你以前从来不这样 孩子得的白血病 你管得了吗 你能救他吗 当初你干嘛去了 跑现在来干嘛了 那不是爸爸呢 确实让大家深有感触 我们天天在生活当中说 你情我爱的 但是有指哪个真正做到了 对于爱情真正的忠贞 我们说一对年轻人携手走向爱情 那是情投意合 一对恋人携手走向婚姻 那叫志腾道 但是一对老人携手 八十年 他们逐渐走向的是什么 其实是死亡 但是即便如此 他们依然在一起 乐观的生活 相拥相为 这恰恰是值得我们所学习的 我们再次用掌声 谢谢他们 谢谢他们给我们对于爱情的理解 好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这里是辽宁卫视完美告白 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